要往哪裡 跟著老闆穿梭大街小巷 發競選小物 明代助理工時長 工作繁重 但薪資卻超過24年沒調整 由國民黨立委就提案要修法 提高議員每人每月的公費助理 以及補助費用總額上限 議員他們的助理費 就是24萬 這個24年沒有調整 按照物價指數 我是可以支持的 19名欄委聯合提案 要把直轄市議員助理 從6到8人調整到至少6人 補助助理費 將從現行24萬提高到36萬 非直轄市議員助理 調整到至少4人 總額薪資提高到20萬元 甚至就連村里長 也可領春節慰問金 跟慰民服務費 但每年得多支出22.6億 也被質疑是康國庫之凱 透過這樣子的修法之後 會增加縣府的一個 預算的一個負擔 那這部分我們還是 建請中央編組相關的預算 來補助地方政府 各個地方的政府的財政狀況不同 我認為應該要給予一定的彈性跟空間 只是過去 扎領助理費屢見不鮮 北市議員潘懷宗 童仲彥等都是潛力 公督蒙就質疑 大幅提高助理費 恐怕讓扎領助理費惡習 變本加厲 不會因為人多 他就會有很多的這個扎領助理費 這個我認為身為民意代表 他自己有分寸 24年沒調漲的議員助理薪水涉及層面廣 能否順利推動修法 內政部說還要凝聚共識 三立新聞 黃新陳六名